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消费行为这中间牵涉到的一个折扣社会的消费陷阱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特别要跟各位来介绍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正好是在这一期的P-Paper Business里面的一篇文章 那么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很特别 是由肯梦企业的创办人朱平仙所写的文章叫做 We vote with what we buy 就是说我们每一次的消费都是我们在vote 就是在投票 We vote with what we buy 换言之就是说每一次的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 somehow我们在投票给那个产品 那么到底这个产品是不是值得我们购买呢 其实有很多消费的陷阱在这中间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请到这篇文章的写作者本尊 来到我们节目中来说明一下 究竟他为什么会写这样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面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内容 我等一下跟各位来介绍 首先为各位来介绍我们今天三位非常重要的来宾 第一位为各位介绍坐在我左手边 肯梦企业的创办人 朱平朱先生 朱先生你好 大家好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伊林坐在一起 好 谢谢 第二位为各位介绍 我们今天因为要谈这个有关于折扣社会的消费陷阱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个名作家 也是一个知名的主持人 他自己也曾经主持 不知道现在还没有在主持网拍的工作 温小平温女士在我们中间 温姐你好 叶莹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第三位为各位介绍 曾经担任过我们行政院的消保官 那么后来退下以后的 消机会的副秘书长黄玉生 黄先生在我们节目中 黄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玉生 太好了 我们今天有一位在我们中间 曾经是保护消费者的消保官 那么现在也继续在民间 为我们的消费者服务的 那么我们也有一位非常会买东西 非常会卖东西的小平在我们的中间 那首先我想要先请朱先来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说你在这个P paper写的这篇文章 我无意之间看到以后就觉得非常impress 为什么呢 因为这篇文章呼吁我们所有消费者拒绝折扣 哎呀这个全世界最难拒绝就是折扣 我们在台湾特别的是 只要一听到有折扣 百货公司打折扣那还得了 LV打折扣那还得了 那大家赶快冲啊跑啊抢啊 那为什么 朱先会写这篇文章来鼓励大家 从今以后拒绝折扣啊这个折扣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给我们说明一下 首先我一直就想要有机会能够参加刑报的一些活动呢 很高兴就是有机会 伊林邀请我来 那我等了很久 非常非常高兴 我要折扣啊 我也喜欢折扣 没有人不喜欢折扣 并不是一件坏事 只是因为现在的经济 因为整个世界的经济各方面 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会更倾向于被折扣所吸引 因为我们的能力越越有限 我们的资源也越有限 因此大家都希望说能够物超所值的这种思考模式 那我在旁边看了一下以后觉得在国外也是一样 就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到会有这种问题 所以说就有些人说 嘿 等一等 我们不要在这种经济的不是非常警惕的状态之下 轻易的就忘记到我们还是有权利的 我们还可以是选择我们要的生活方式 我们要的生活品质 往往因为一窝蜂的心情 因为大家都喜欢折扣 所以慢慢慢慢忘记说你有选择的 你有这种可以改变的这种力量的 那我基于这个原因 我想说我写一点东西让大家提醒一下 不过据我知道 朱坚你之所以会想到这个折扣是一个很可怕的诱惑 的原因是因为你有一次在美国 买了一本书叫做《Chip》 就是《便宜》叫做《Chip》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本书 为什么这本书给你这么大的启示 你觉得说这个折扣原来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吊耳 我想重要的是折扣本身并不是坏事 并不是坏事 因为这个人性里面我们的基因里面 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自己最大的一些利益 所以基本上我们并不是完完全全说是折扣就不是好 因为人都是希望能够无超所知 只是我们要提醒到说 根据这本书来讲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一个社会 大家一窝蜂在追寻这个 那慢慢这个社会就变成一个折扣的社会 当它折扣的社会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是 我们不再追寻创新 我们不再去追寻一些有古典 有classic 有timeless 有些不受时间限制的这种品质的 这种的产品 慢慢慢慢我们只在想说 对我有什么好处 那往往在这过程中我们牺牲掉很多东西 包括我们的环保 包括我们对这个未来的工作的这种的创造 因为你想想想想 当我们大家在追寻折扣的东西的时候 你有你的工作机会 就是做折扣的事情的工作机会 因为没有人再去注重这种手工的这种的 这种美感 再去追寻这种它这个产品 不是产品本身而已 而是产品后面所代表的一些价值 那我顺便问一下主意 你在这部分上有提到特别一个故事 我觉得非常非常让我印象深刻 就是讲到说卖唇牛奶 就是说这个牛奶 这个如果是加了水的牛奶 打折或什么之类的 大家会去买它 或是就不知道这个纯牛奶的价格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两个不同的成本摆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消费者如果不告诉消费者的话 他一定是买便宜的 他却不知道贵的那个东西 其实是因为成本比较高 而且东西比较纯 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Eckloft 他所做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实验 让他了解到说 如果今天没有把这个资讯透明化的时候 没有让消费者知道 它有什么真正不一样的时候 而只是靠一些很会说故事 很有个人的魅力 很会做广告 很会做广告 我不敢讲 因为广告还是需要的 还是需要广告 因为广告让我们有值得 这种机会 多元的社会 所以我并没有打发广告 而是你缺少一个判断的能力在里面的时候 往往就不晓得什么是真正好的 什么是真正坏的 好 那我现在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这个消息机会的副秘书长 也是过去的消保官 那么其实刚刚朱萍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消费者需要在一个透明化的一个资讯下 来做抉择跟判断 否则的话他觉得这边打折扣 事实上他的价格根本就已经太高了 或者是他不是那么纯粹的一个东西 他算得比较便宜 那么如果我们一味的在这个价格上来做文章 常常就不容易买到好东西 也许买到便宜的不见得是好东西 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当然 我想从几个观点来看 第一个 可以去调查一下 百货公司周年庆化妆品的销量 占全年销量了多少 百分之八十以上 对 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呢 有一些企业是全年在打折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一直担心的是 当企业一直在打折 打了折扣越来越多的时候 代表这家企业现金流量不够 可能要经营困难就没有了 昨天提这个例子 台湾也有啊 如果说今天有鲜乳标章牛奶一罐卖55块 那如果没有鲜乳标章 他三罐卖100块钱的时候 我曾经在卖场看过 大家去抢 就类似这种东西 就是说消费者 第一个消费者要有他的判断能力 第二个消费者的判断能力 往往会被折扣 遮蔽掉 就他的理性就不见了 他靠大家去抢的时候 就不见了他的理性 那这个是一个 蛮悲哀的一种消费行为 太好了 我想问一下温姐 事实上这段时间 正好百货公司大打折扣 所以大家已经像没命 像疯了一样了 就像刚刚提到 那个小 我们的消息会的先生提到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就是百货公司 真的只有靠周年庆 在卖他的化妆品 然后这个销售的业绩 占80%以上 平常都几乎都没有在卖 要不然就是全年都在打折扣 那这个打折扣就没有意义了嘛 你要不要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对啊 因为像 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 都会变成很悲哀的那个人 因为你就跟着折扣走 像因为我们家旁边 就是一家百货公司 所以我常会去跟那些店员聊天 真的平常你去看 真的是门可罗雀 可是他就是 到了快周年庆的时候 大家都开始热起来 本来柜台只有一个人 然后就变成两个人 三个人在值班 所以他们一年 包括我在内 我一年如果买化妆品 保养品我一定在母亲节跟周年庆 因为只有这两个节庆 是折扣最多的 或价格比较合理的 我觉得不见得 可是也就从这个当中 我自己其实会去观摩 像我在当中一直会换品牌 为什么 因为我就会去观察 到底哪个品牌 他是真正在折扣当中 占了我们的便宜 因为我就会去看 像有个 那个车 都教会出了 甚至不能 gerçekten